最近海洋牧场也迎来了丰收 福建宁德是我国大黄鱼的养殖核心区 这段时间这里的大黄鱼迎来了集中丰收季 现在我们的报道团队就是乘坐着一艘游艇 行驶在福建宁德的三都澳海域 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先带大家来看海 那三都澳海域是位于福建的东北部 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 被誉为我国1.84万黄金海岸线的中间点 这片海域背靠着青山 海天一色 形成了一个面积超过700平方公里的天然港湾 而且口大富小 水深港阔 可以说是发展海上养殖的山海福地 可能大家会有疑惑 不是说是来看海上丰收的吗 为什么现场这么安静呢 其实你可能并不知道 大黄鱼的捕捞工作一般都在入夜之后进行 大黄鱼之所以叫做黄鱼 是因为它们有着金色的皮线体 能够分泌金黄色素 让鱼的体表都分布着一层金色 而且这一抹金色 也是大黄鱼新鲜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但是这些金黄色素会被紫外线或者强光风解而褪色 因此在白天的时候 大黄鱼看上去是银白色的 为了保留住这份金灿灿的颜值 大黄鱼的捕捞工作必须要在夜间进行 这样出水之后的黄鱼的价格能够卖得更高 这两天入夜之后 这片鱼排可以说是格外的热闹 那大黄鱼出水之后 要迅速地用冰块和海水索鲜 然后送往各地的市场 那这两天 就在这片三多澳海域 每天能够收获的黄鱼量是超过了600吨 洗濯灰的像是 7.6800吨